大家好,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竹鼠的饮食健不健康 你随便看就看得出来 看这个竹鼠健不健康,看它拉拉死就知道了 你看,这个竹鼠是又长,这个就很健康的竹鼠 但是圆圆的竹鼠,就是肯定不健康的 这只竹鼠拉拉死,你看就是不够饱满,不够泡浆 它没吃到竹鼠,肯定有问题的,我们看一下 这只竹鼠,它只喜欢吃米汤拌饭,不喜欢吃竹鼠 这种下去,你看,它拉了死的不饱嘛 这种下去,肯定不行的,它的消化系统容易出问题 有可能,有可能变长一点,有可能,有可能它会拉湿 这种下去不行的,不如我们带它去河边烤了 这个竹鼠烧好了,我们把它劈成这样子,给它好烤一点 现在我们拿到河边去烤,现在我们就在这河边烤,烤这个竹鼠 把指甲的帮一下,这样就可以烤了,这样就可以烤了 我们现在弄点酱料,这个就是生姜 这个大蒜,大蒜也大葡萄 加点盐 稍微倒一下 加点油 这个料酒 酱油 很多网友 建议我们用点自然,看一下味道如何 嗯 这个好香啊,加点进去 特意带来把沙子刷一下 啊 如果沙好的话,肯定就有两斤两两个人吃,刚刚好 很香啊,不然 这个茶,茶一下,更入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熟了 熟了 准备开吃 烤好了 准备吃了 打开 这是烤的最香的 烤到上面 烤碎 放下 烤的鸟 烤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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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烤鸟